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商务印书馆的顾清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新书 人类为何奔跑 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开始跑步的原因是什么 是为了减肥 为了健身 还是为了在朋友圈里晒跑 还是单纯的仅仅是享受自己跑步的快乐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 在生活中我们还会面对这样的疑问 跑步会不会让腿变粗啊 跑多了会不会伤膝盖啊 这本书的作者 贝恩德 海因里希 他是一个博物学家 一个动物学家 一个科学家 一个作家 当然最关键的 他是一个超级马拉松比赛的一个冠军 那么当这样一位平时研究昆虫生理行为学和鸟类行为学的一个专业的科学家 来写一本关于跑步的书 但又会是怎样吗呢 是否可以回答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呢 其实不同于市场上已有的单纯讲解跑步技巧的图书 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将昆虫的飞行 鸟类的迁徙 羚羊的奔跑 以及猿人的跑步的进化史 就贝恩德他自己的成长 求学 科研 以及跑步的经历联系在一起 从人类学 心理学 耐力生理学等多个角度 记载了人类关于跑步的故事 这位马拉松的奔跑者 可以从动物 天鹅 蜜蜂 鸟 羚羊 骆驼 这些动物的身上学到关于跑步的知识 帮助人类跑得更快 更轻松 也帮助我们平衡速度 耐力 以及保持散热 以及储备能量 比如他书里面有这么一个例子 为什么骆驼的驼蜂要长在背上 您想过这个问题吗 乍一思考这个问题会觉得无从下手 但是经过这么一个动物学家 他这么一解释 其实很简单 骆驼的驼蜂长在背上 是为了解决身体过热的问题 特别是在运动状态下 驼蜂长在背上 就能给驼蜂下面的身体部位提供阴影 降低其他身体部位的各种问题 避免过热 这也是为什么驼蜂像羊的一面 长了厚厚的长毛 在太阳的照射之下 这些毛的温度能够达到70到80摄氏度 而其他位于驼蜂阴影里的这种身体部位 则毛发稀疏有利于散热 在现代 人们借着先进的交通工具 出行成本更低 速度更快 但是人类终极的移动的这个终极形式 还是奔跑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作者认为 非洲是人类开始奔跑的地方 在非洲平原上 刚刚进化成两族的人类祖先 其实并不擅长奔跑 事实上人类的两族奔跑 一直被视为进化史上的谜团 因为和四肢着地相比 两族奔跑显然更费体力 但不管怎么说 这种方式释放了人类的双手 从这之后 狩猎的行为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历程 在真正的狩猎成为过去世之后 人们开始追逐自己的同伴 成为赛道上的勇士 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获得梦想 亦或在现实中获得激励 正如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一样 这种运动永无止境 人们总是期待着更高 更快 更强 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 叫做 那些动物教会我的跑步和生活之道 关于跑步之道 作者是怎么来说的呢 优秀的长跑运动员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瘦 由于要在地面上飘移 长跑运动员最好可以拥有 类似鸟类的生理构造 肌肉发达的 瘦长的四肢 和轻且细的骨头 负重或短跑运动员 则完全不同 为了达到人类负重的极限 负重运动员必须拥有 键硕的肌肉和厚实强健的骨骼 才能撑得起重物 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体系 协调性 速度和耐力 生理构造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作者说 梦想无止境 不论何时何地 你一定会有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我也一样 如果让我用一种动物来代表梦想 我会选择羚羊 1981年 这位作者 他遇到了属于他的羚羊 并下定决心 要开始追逐他的旅程 实现他的梦想 这一年 这位科学家海因里希 已经41岁了 他在好友 著名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鼓励下 参加了美国芝加哥100公里超级马拉松比赛 并惊奇地最终获得了冠军 比赛结束以后 他写道 不需慢人 在杀死大羚羊后 会将猎物的肉分享给自己的伙伴 他们围坐在火堆旁 在闪烁的火星前 畅谈狩猎的过程 相信我们和古人都有着同样的狩猎之心 而且我们还会赋予他 看起来似乎不切实际的价值 其实这就是梦想 这就是成就人类的很大一部分因素 梦想中的羚羊似乎总是那么遥不可及 但想象力却带领我们到达了远方 《人类为何奔跑》这本书 从动物研究的视角 解读跑步这项美妙的运动 探索我们和动物之间有何相同 又有何不同 在探索的过程中提醒着我们 要想弄清自己的进化和适应过程 我们必须要观察其他动物 并向他们学习 韩英里希在高中毕业时候 丢掉了他的毕业证 却因为跑步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 在读博士的时候 他做不出科研课题 跑步和昆虫运动又给了他灵感 帮助他写出了最顶尖的科研论文 直到韩英里希真正成为了一个生物学家 跑步和他的工作和他的生命 始终是互相吸引 互相引导 相得益障 大家不妨看一看 人类为何奔跑这本书 去感受生命的智慧和伟大 学习更科学的运动方法 也尝试加入跑步的队伍 在科学的锻炼中 去享受沉浸一件事情的简单的快乐 好 今天的推荐就到这 观众朋友们再见